来看今天的系列报道 2019智慧点亮生活 回顾2019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世界互联网大会等舞台上 人工智能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目前在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文化娱乐 金融 交通等领域 人工智能正在加快拥抱 更多的应用和落地场景 在博物馆拿起手机 可以敲击虚拟边中聆听鼓乐 戴上AR眼镜 快速识别客户或同事 虚拟猫咪准确出现在合适的位置 通过手势交互可以招手撸猫 2019年不少中国科技公司 纷纷加快人工智能 与增强现实技术的结合 让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无缝融合 它不光能够帮你去理解这个世界 还可以看到一些 本来你看不到的东西 这样的话其实它就是说 在我们整体的体验和信息的获取 以及人机交互上面 多了一个维度 所以我们也认为增强现实 应该是人工智能的进一步的延伸 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 这是一款正在测试的虚拟客服 利用人工智能 数字人可以像真人一样 和人对话做出动作 这款数字人也计划在未来 推向银行服务等场景 人工智能的嵌入又使得金融科技 可能会尽快速地进入到智慧银行 智能银行 智能金融 智能投雇 这样子的一个新的阶段 将来我们消费者跟这个金融机构的接触 未来可能通过人工智能 用一个像人和人之间的 这样的这个沟通方式 就能够实现各种服务和交易 现在我要体验的是一个 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 相结合的一个技术展示 那么可以看到 在自动驾驶的情况下 车辆不仅可以自主地 去分析周围的驾驶环境 并且可以通过对车辆的姿态 轨迹 车灯状态等多种信息的捕捉 提前预判车辆可能发生的行为轨迹 从而去帮助驾驶员提前做出决策 据市场机构报告 安防已是人工智能商业落地 最快的领域之一 预计到2020年 市场规模将超400亿元 我们通过对实时的这种人脸识别 以及车辆数据的这种采集 可以达到整个园区 实时的这种载远人数 和载远车辆的这种实时的统计 这样可以方便景区的 这种管理的工作 人工智能应用不断拓展 为人工智能提供底层 硬件技术支持的芯片研发 也在同步进行 在中科院自动化所 研究员向记者展示了 由团队自主设计 面向边缘计算的人工智能芯片 有了这个芯片之后 就可以把这个芯片 直接安装在摄像头上 安装在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辆上面 安装在家里的这种智能音箱 本体中 可以连接在所有的 像IoT的设备中 那么它就可以完成 像视觉的理解 语音的理解 语言的理解 等等这些功能 最大的好处就是 我不需要把这些数据 往云端去传 那么它可以降低 云端的计算的负载 也可以降低传输的负载 还可以保护用户的隐私 据介绍2020年 这款芯片将计划推向市场 2020年的一个主要的目标 就是结合人工智能芯片 和中间的操作系统 以及最上层的算法应用 去完成一整套的 人工智能的解决方案 然后把它们推广到 像注入电力 教育 安防 这样的行业 去赋能这些行业 提高这些行业的生产效率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 今天人工智能 不光在经济领域 去改变我们的社会 在文化领域 在国防领域 也在对社会进行 整个的渗透和改变 所以我们必须要从 社会发展的角度 去思考人工智能 整个的伦理 安全性 可靠性 可持续性 这样才能可能把我们社会 带到一个新的文明状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